注销手机号就等于出卖自己 安徽有一位民警在科普视频当中说 注销手机号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拱手让人了 因为被注销的号码会重新投放到市场 而新的使用者可能会凭借这手机验证码 就能轻松登陆原主人的支付宝和微信等账号 从而带来无法估量的财产和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 其实这种现象在运营商内部很常见 它被称为二次放号 是指有一些被用户主动注销 或者因为被动的欠费等原因被运营商终止服务的手机号 在一定期限之后会按照相关的流程规定 被重新投入到市场使用 工信部有规定 二次放号的号码至少需要90天的冷冻期 而且在这个冷冻期内 号码本人是还可以继续使用的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这个二次放号确实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这手机号虽然经历了冷冻期 但是跟它绑定的各种银行卡 社交账号还有支付软件等等 却不会随之自动解除绑定 很多用户也会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使用到这些二手号码 那他们也可能会频繁的收到银行的催款短信 还有别人的电话干扰等等 那他们想要结绑旧的关联 关系也有十分困难 虽然说中国移动旗下的移动云 推出了针对这些二四号查询的服务 但是这个服务目前主要还是面对企业来开放的 而且那只有一动的号码可以查 所以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还是没有更便捷的图形来确定 自己使用的号码到底是不是一个二四号码 在现在这个网络信息透明化的时代 手机号跟咱们的隐私可以说是信息相关 虽然注销一个手机号很简单 但是一个个去解绑所有的信息 那可太费事了 而且也记不清自己到底都绑定过哪些APP 有没有什么一键查询的功能呢 现在还真有 中国信通运公众号的服务板块 有移证通查的功能 可以查询个人旗下这电话号码和互联网账号的数量 目前它覆盖了像微信闲鱼淘宝等16个平台 在提交申请之后 就会在24小时之内通过短信发送结果 大运营商也已经在工信部的指导之下 推出了号码在多互联网平台 以注册信息的统一处理的服务 大家在更换或者是注销手机号之前呢 别忘了要及时更改和解绑自己的手机号 而且呢也不要随意丢弃这个SIM卡 最好是把它销毁了 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安全呀